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來這影片跟各位介紹到 有小粉紅在推特上造謠 台北留守大學叫做中山大學 裡面的學生在唱沒有共產黨 就沒有新中國的影片 總之被我打臉了 還沒看過的朋友可以去看昨天的影片 今天我又找到了一個抖音號叫做台灣小麒麟 裡面的片名全部都是台灣某某大學 某某國高中某某小學 其唱中共的各種紅歌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頻道裡面的影片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影片來自 寶島台灣高雄市台北中山大學 音樂老師羅其林 哇哦原來你是個台北中山大學的老師 然後IP地址在重慶 你是哪個平行時空 台北市新北里八米倉小學演唱 燈光裡的中國 我們接著看下去看別了齁 齊唱君民團結一家親 經典老歌讓人意猶未盡 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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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跟你各位講一下花蓮西寶國小在秀林 在山上在泰魯閣裡面大部分都是原住民小孩 所以你說裡面是戴這個紅領巾 然後唱共產黨的歌 如果你說它們穿什麼泰魯閣主義 阿美主義我還比較相信 造謠都不做功課啊 然後還有1458個贊 你們這些人是瘋了是不是 來下一個叫做什麼 台灣永吉國民小學演唱 1101個贊 你們那些點他贊的人都是有病是不是 然後還有一個台灣人民大合唱經典紅歌 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也是台灣人民齊唱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台南隊女隊都是簡體制 你說這是在台灣 真的拜託你不要鬧了啦 你這個更扯 片名叫做台灣中山大學演唱 紅旗飄揚 你裡面是小學生吶 沒有是大學生 但你封面用小學生 你到底在幹嘛 天啊 台灣同胞大合唱走進新時代 台灣同胞大學演唱 台灣同胞合唱 十送紅軍 台灣同胞合唱唱之三歌給黨聽 真的是不知道怎麼講你們的呢 還有一條還有一條 這個 帶大家來看 這個片名叫做 台北新北里 新北是里哦 米昌小學演唱 強國少年 米昌小學我剛查了 好像在哪裡 瑞芳那邊哦 我來看一下米昌國小的制服長怎樣 米昌國小的制服是 綠色的 這同胞團 我靠這同胞團老是怎麼長那麼像習近平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影片哦 照亮著我成長 好好接近奮發香 上方向入國做東洋 唱著風 迎著光 吹著夢 像擁抱起霜 陽光少年 淒淒飛揚 像我又我少年了 我們清晨大海 先聽見 自古一雄出少年 先一起天 勇往之前 像我又我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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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老師在上面寫 紅領巾 先向擁抱的寫簡智 然後 這是台灣啦 吼 在見聽見 自古一雄出少年 你不知道是哪個多重宇宙的台灣 吼 我不知道 像我又我 來來來 這個更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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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學校有這個 引起二十大的看板 然後小學生要去參加 在任何民主國家 學校 還有任何公家機關 是不能幫任何一個政黨 背書或是站台的 這個叫做常識 看完這些影片 我昨天說了嘛 小粉紅造謠都是 不用看事實 他們都知道 這明明就不是台灣 他們就硬要去造謠 然後去騙這個 他們自己牆內的小粉紅 你看那麼扯的 都一兩千個人 按讚也是很扯耶 你們這些人頭腦都壞掉 是不是 可惜我不能看留言 如果留言點進去應該是什麼 台灣同胞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都中國人啊 兩岸一家親啊 然後什麼和平統一啊 應該是諸如此類這樣 看完這些低能的事情之後 我們再來講到 前幾天在 駐英國中國領事館發生的事情 現在出現了一個大反轉 我們都知道香港人 當天合法在英國的法律保護下 行使了和平抗議示威的權力 那是被中國領事館 鄭熙元帶隊 衝出領事館外 破壞香港人的招牌 以及把香港人拉進大使館內 歐打對嗎 隨後中國外交部扭曲事實 說成是香港人擅闖 中國領事館 然後歐打裡面的人員 我告解一下中國共產黨啊 你不要點倒黑白 指入尾碼 最終下場必然是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 在10月19號啊 駐英國中國領事館 總領事 帶大家來看一下 他前幾天 接受英國媒體的時候 說了些什麼 I'm the peaceful That's not true though is it Consul General you pulled the man's hair Yeah the man is because he's abused my country my leader I think he's a it's my duty to pull his hair Yeah I think that any diplomat if face to such kind of behavior I don't attack anyone 好我們看完這個影片 首先他承認了 是他先動手打人的 對嗎 因為那是他的義務 所以現在是你說謊呢 還是中國外交部說謊呢 而英國外交部 國務大臣啊 傑西諾曼在昨天的議會上說 他要明確的告訴警方 如果判定有理由 控訴這個中國官員啊 我們希望中國的官員啊 放棄這個外交豁免權 如果他們不這麼做的話 將會引起外交後果 當然啦 我們不知道他做的這個後果是什麼嘛 但是英國外交大臣 科維特隨後也在推特上 轉發這個貼文也說 要中方主動放棄豁免權 而英國有三位議員啊 也陪同了被毆打的香港人 開了記者說明會 幫被害者討公道 並且監督英國政府 要中國總領事驅離出境 要英國政府做出一些行為 這也是我一直在說的 什麼八孩鐵戀女啊 唐山打人事件啊 還有一些惡性事件 沒有被報導出來 如果在民主國家 大部分都會有 當地的民意代表 議員 立法委員等 去幫民眾 開記者會去討公道 但是在中國是不可能的 對嗎 中國各地現在又在搞這個 特色管理 官方說 10月19號開始 三天的特色管理 但是很多小區 從10月8號就開始 被特色管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影片是多麼荒謬的吼 從今天影片開頭的那些影片啊 我們都知道他不是台灣的 是中國的 中國人從小學 國中高中大學到人民那些大媽 然後中國外交部 然後中國的領事館 你們到底這個國家在幹嘛啊 如果我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我真的覺得我的國家很丟臉耶 還好這不是我的國家 雖然不是我的國家 但我看的也是蠻尷尬的 影片的最後再帶大家來看一個 嫁來台灣的中國貴州媽媽的影片 蛤 你的天狗 我叫你去情郎鬼 二十萬人再說得很清楚了 從來台灣 是在 不行 天狗鬼 你的情郎 等一下 投手投俠 投俠是不是 投俠 去 情供 到你狗 情供 去 今天的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吧 我下期見 拜拜